第一節比賽結束 林鈞吉外圍膽打 帶錯禁區的小球 又沒蓋到嗎 這一球總算是滾進去了 同時第一節比賽時間也到點 非常蓋出手的這種方式 對 被來光蓋了火鍋 對 Kenny 空中拉單放短了 還有麥卡洛在後面買保險 這一段時間 天躲木倫斯還是一直持續的外圍攻擊 那就有點浪費了 麥卡洛殺網進軍 再往回給 結果阿提操到 這一次的失誤要讓夢想家多打一撲 來了 過去的皇家空軍 現在的夢想家 壓迫哦 掉到底線 清晃哥沒有機會 再來到四十五出角的林鈞吉 拖進籃板球是Chris McCarlow 第三次出手 在三分線外圍 但比手頂真的有點慘 wide open 麥卡洛和頭就要付出賣價了 因為他是有外的年度第六人 那打到現在 其實他是在MVP的討論裡面 雖然還少嘛 先結...結段 先看一下 麥卡洛 這樣比賽確實出手的機會並不多 要做一些高難度的投籃比較吃緊一點 說到高難度的投籃 怎麼能夠忘了麥卡洛 這一場三顆進球 但無虛發 麥卡洛 也很快的懷疑顏色 其實時間的海出扣 不需要打得太著急哦 兩邊只有一分差距 林俊基 把球跑掉 麥卡洛 林俊基 麥卡洛 拿到球就往進去開 單手背扣 吉爾貝克 這個screen assist也相當精采 對 又是大筆把整個 框裝大道給橫出來了 對 林俊基快速把球帶過半場 小打大 再往外交 在這一個位置 三分球 能夠幾次創造這種破壞的狀況 麥卡洛又來了 殺入禁區 35分進帳 麥卡洛火力 身上 林俊基 後仰跳投 沒有球進 結果這球最後被 麥卡洛給補進 哇哦